Hello大家,当提到Dream bag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大家想的可能是女生的宝宝 比如说一个薄金二五,一个凯莉二五 又小巧又漂亮,或者是迷你凯莉二代 好像提到这个词组的时候呢 都是在会女生考虑的 那事实上呢,男生也会有自己的Dream bag 作为我的话 Dream bag可能很多啦 就是凯莉四零啊,薄金四零啊 但是呢,其实作为更多的条件的话 比如说皮质,颜色搭配等等等等 这些都加上的话可能就是今天这个包了 是一个什么样的包包 这个包其实在之前呢,曾经来到过我的工作室 那它进行了一个全球旅行之后呢 又回来了 对的,就是一个薄金四零 其实之前我有看过它 所以现在看到是打开的状态啊 之前来的时候是要扣好的 我在它里面呢,放了一个内胆包啊 作为它站在这里的一个小小的支撑 作为一个大包的话 它可能还是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叠堆啊 这样的一个效果 刚才我们说到它的全球之旅啊 它其实是回到它的老家 回娘家 回娘家嘛 男生的包不能说回娘家啊 回到它出产的地方 重新再做了一个SPA 然后换了一组金属键 我们看到的上面部分的金属键 都是已经全部换过的 那同时呢,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有用的信息 就是这一组金属键应该也包括一些正常的保养 比如说边油和缝线 这些消耗品的维护 它的花费是5450元人民币 5450元人民币 那中间还包括了换了一个钥匙锁 对,所有的皮具部分没有换 以及底钉没有换啊 毕竟底钉还是要去正常使用的 那所以如果谁要是买这只包的话 同时附上的还有它保养时的发票啊 那这个就不用你再去费心去鉴定了 更换过的金属键呢 除了亮度之外呢 它的这个阻拟感也非常好 以及我有观察它这个刻字啊 非常非常细 那我们知道大概在 这个包包是C刻的 方框C刻的 也就是1999年的包包 在那个时候它的金属键呢 还是另外一种呈现 就是它上面的logo 还是另外更粗的一种呈现 那现在经过算是进化吗 进化之后是一种非常非常细的 手工雕刻上去的logo 刚才有聊到它的皮革啊 它的皮革是马鞍皮 看到中间镂空的刻印 我们就知道它是早期的这种 光面的马鞍皮 Barinia啊 Barinia 那现在我们经常说的Barinia 富豹是这样的 是新款的马鞍皮 老款的马鞍皮同样有它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多朋友 还是更喜欢这种细腻的感觉 更像box皮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同时呢 因为我之前经手过 HAC32的那只黑色的 跟它很接近 其实跟它很接近啊 除了金属是雾面的 或者说是磨砂面的 其它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所以我对这种皮革的理解还是有一些的 我有亲眼看到啊 很深的一些划伤能够通过 加入一些脂肪和抛光打磨 能够恢复到很好 所以人们为什么会更多的在中古市场找这样的一些宝宝 因为现在已经停产了 没有同样的皮质在出产 未来会不会再出也不一定啊 就像soblack一样 可能只能在二手市场去找到这样的一些产品 因为爱马仕本身它的生产数量 每年的生产数量是非常有限的 如果有一些新的皮革的生产任务的话 它可能也就没有办法再去复制以前的一些经典了 所以像这样经典的包包 可能在二手市场依然会有它的市场 会有喜欢它的人 那就像我本身就是很喜欢它的 这只包包的特点呢 这个龙骨位置我们说的比较大的包面的话 包身的话 还是比较容易有一些叠堆的效果 整个的皮革部分呢 我认为这是一种它经常会存在的一种状态 理解我的意思吧 就是你可能用一个月的时候 它会是变成这个样子啊 从一个崭新崭新的Baronia 变成了这样的样子 然后用10年20年30年可能在比如说清洁和保养之后 它又能恢复到一个平均水平之上的一个状态 然后持续的保持这个状态 这就是我对Baronia的一个理解 也是为什么我会更喜欢传承皮革 而不是一些消耗皮革 像Epsom那种磨掉了就是磨掉了 磨没了就是磨没了 磨透了就是磨透了 那它的话可能通过一些加脂保养 让它的皮革不断的吸收脂肪 能够抵律平时的一些消耗 那我今天还没有给它拍照 等拍照之后呢 在我的视频中或者在朋友圈里面 再发布它的一些照片 好吗 它的配件有钥匙锁 有它的爱马仕的专柜的护理小票 还有大的和小的防尘袋 锁也是非常非常新的 OK 今天就是这样的一期节目啦 我们明天见 明天给大家看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